转职的储求者司机 母亲是一个转职的家庭主妇 家里有一个哥哥 哥哥却在美国上学 相对利文远一些 我赚的第一笔工资 就是给我哥哥买几票钱 所以说我比较高兴 家里他们上一文一无 只能说是有一个学习比较好人 还有一个善机比较好的人 我这个人没有什么不良事好 不抽眼不喝酒 是一个穆斯林 我是灰族 我这个人爱好不算很多 但是其中一个爱好 就是爱赚钱 但是自己画得很少 也喜欢在女朋友上 活卖一些钱 我有我在十多年前 我93年的时候 在新疆工作过一段时间 所以你一出来 我一看就知道是穆斯林 你开出租车 一般在周末的时候 周末的时候 我十多年没娶过天津了 下次我要到天津 我给你打电话 你到机场来接我一趟好吗 好的一定 该打表 打表 好一定 好 李莎为什么别登 因为我之前在新疆长大的 然后呢 我本身是绝对不能接受羊肉的 不好意思 没关系 15号 也许她的内心是比较善良的 但是我看着她的表情 怎么让我开心不起来 6号 飞哥你喜欢听天津话是吧 那我用天津话问她几个问题吧 没问题 我很欢迎 大家先说 这位大哥您好 您叫雷管是吗 我还好叫手榴弹 咱俩手边在一块 能碰触火花呢 大冤吧 另外吧 但是吧 我觉得吧 毕竟我们现在在江苏卫视 而且现在世博会 全世界都在关注中国呢 咱们还是说普通话吧 做普通人说普通话 您说呢 是 是 好的 我挺喜欢您天津话的 你哥哥现在回来了没有 哥哥 哥哥还没回来 还没有回来 然后在你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 是你供养你 半供养你的哥哥去读书 哥哥在那里会打一些 简单的供养 本问题 哥哥几乎什么都不会做 手不能提 简不能扛 更多的来说 还是 混蛋一些的 那你哥哥在你内心深处 对你有没有崇敬和感激之心 在另外一个意义上 把你当成了 另外一个意义的父亲 我们除了媳妇 除了老婆不分 一般 老婆不分还是分 除了 老婆不分 这事得说清楚 怎么说呢 就是 我们一般 两个人的钱 不叫两个人的钱 是搭架的钱 从来不会说 计较什么一切事情 好好好 这事挺吓人的 就说清楚 口误刚才是口误 对不起对不起 我有点紧张 对不起对不起 来看看下一条短片 一直以来我都没有想过女朋友 也许是因为社交圈比较小了 也有一些很强的个性 所以说我连女朋友 生的电话都比较少 一共就有三个 一个是朋友的女朋友 如果从千人是散伙的 基本上拿花 没有太大意义 第二个那个人 我一直拿着男个儿 看 因为那个人 他习惯于重心的能力 还有一个 那就是我姐姐 一直以来 就是我连那种女生 如果要是警察在那儿 如果要是不熟悉的话 我根本连照顾都不会跟你 所以说我这个人个性 还是稍微比较强 可是我更希望找一些个 随和的 而且有寒衍 有教养的一些女孩 我更希望找一个赞成的 大家想问一下 你对中性招数的女生 有什么印象 本身来说 我的那个气质来说 就是比较港强的那种 我不希望再说了 再去找一个更港强的人 本身 大家都觉得 其实有的时候 我很随和 其实大家都发现 这是一个特男人的那种 也挺随和的 但是大家都觉得 你的表情 你能不能放松一下 给我们一个 灿烂一点的表情 这挺好的嘛 老怪起来很可爱 很好嘛 大家你刚才 那个短片当中 你看我们镜头的那个样子 真的就是我们看 那个拳王真巴赛上的意思 其实我别看 我是从事运动员 对抗性的那种运动员 但是我出门 跟任何人 都不会发生任何口角 这是 这不会 就是一点点纠纷 我都不会发生 本身 其实我告诉你们 就是一个轻发 挡了我的路 我都会给他扰刀 蔡薇你为什么不喜欢他呀 刚刚灯为什么要灭掉 她年龄 23岁 然后还没有恋爱经验 我觉得跟我来的话 就是相对来说 比较不适合 也没有啊 我听到过一句话 女人 所有的女人都是男人的学校 男人在这种学校里边 成长 对吧 我觉得她对家人真的很好 就让她把自己挣的钱 给哥哥 不去供哥哥上学 那我想问一下 你早晚有一天 会有女朋友啊 会结婚 你就是说 对于家人这种奉献 你的底线是多少 是不是 OK 我结婚之后 家人有什么需要 我也不管我女朋友 不管我老婆的想法 都一横横横都给她 这话听懂了吧 所以她的意思是说 对 将来 谁做你老婆 或者女朋友 就跟你说 你不能老这个样子啊 家里没钱 我们自己家用 怎么可以老给你哥呢 你看你哥 老上我们家便宜 这怎么行啊 你怎么办 她就是这个意思 步步高音乐手机 《非诚勿扰》 广告之后 《非诚勿扰》 精彩继续 对 她的意思是说 对 将来 谁做你老婆 或者女朋友 就跟你说 你不能老这个样子啊 家里没钱 我们自己家用 怎么可以老给你哥呢 你看你哥 老上我们家便宜 这怎么行啊 你怎么办 她就是这个意思 我个个会越来越强的 以前是我计全额的 现在我计半额的 其实我计一点点 其实她多数跟我父母说 你们用不着计钱 没必要她计钱 我有吃有喝 很有 就是说 我可以给你们计钱 不用你们计 只不过来主播 我觉得他们这个家庭 可能都是这种风格的 好了 我们来看一看 她的朋友 对她的评价 雷广这个人就是慢 就一个字慢 他就是活着就跟老年人一样 每天 走道慢 我们一起逛街的时候 就是总是找不着人 六十六十就得回头找人呢 吃饭也慢 大家都吃完了 都要走了 拿包走了 他还在那吃 然后我们就在那等 然后如果她在家吃饭的话 就是看电视 吃饭就更慢了 就是说 如果有什么球赛 什么她自己喜欢的节目 那就是说 电视什么时候演完她的 饭什么时候吃完那种 她洗澡嘛 她洗澡 夏天洗澡 也得一个小时左右吧 我们就受不了她那速度 一代导王就说 她有一个事儿 说得快 那就是睡觉 无论在任何时间 任何地点 只要闭上眼 就能睡着那种 一沾枕头就睡着 非常遗憾 无所谓 你是这样性格的人 我一直特别 我一直特别喜欢你 但是这女孩生完之后 我感觉24小时 她都跟你黏在一起吧 不可能 不可能 要黏在一起 我就不来这儿 大家是单位里面的同事 但是我一直在想 洗澡啊 睡觉这些东西啊 你朋友圈可以知道 当然说 为什么废着她了解 这么细致 洗澡在健身俱乐部里面 建完身以后 必定会洗澡 那睡觉呢 睡觉的话也很简单 她累的话 她坐在健身房里面 打个盹就睡着了 你讲得很清楚 是不是她随时随地 打个盹就可以睡着了 这样吧 我办公室 我的同事 起码有20个以上的女生 听过我打呼 我经常在办公室 坐着坐着就睡着了 这些事我们这一个俱乐部的人 都是知道的 而且穿得特别广 不好意思啊 我接受不了 再见 就这 各位到台口 好 好 也许是拍港墙了 所以说来说 我认为 他们其实 真正跟我待的 时间长一些的人 才了解我 不然的话 请议他们 不是属于特别了解我那种 我想信他们会后悔的 没事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如果想了解 我们24位女嘉宾的联系方式 和个人资料 可以拿起手机 编辑短信8134 加女嘉宾编号 发送到1066666620 给他们留言 或者登陆我们 步步高音乐手机 《非诚勿扰》的官方网站 给他们留言 当然我们最希望的是 你们能够报名 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一展你的风采 报名方式出现在屏幕下方 最后感谢步步高音乐手机 感谢伊利 感谢百合网 感谢世纪家园交友网站 对我们节目的支持 谢谢各位收看今天的节目 下期再见 请elo 下期见 哦 下期见 部下期见